早晨,各位師兄,歡迎收睇中島TV賽馬篇 阿菲睡醒後,發了一個春秋大夢 如果看著速徒,見到螢光幕,應該知道阿菲這次有一個心碎推介 就是三隻位置馬過關,三穿七 看看每一千元直接贏馬仔 另外,由於看著賠率,發覺今天報名的馬亦非常之惡 全部頭邊三場都是1點多位置 所以買過關,沒有肉食情況下 阿菲篩篩選剩下四關,四穿十五,也是 穩陣位置過關,根據上一個賽日 阿菲那個就是四穿十五穿雲細的情況下 由於少少不夠幸運 如果其中一關可以有兩隻進來情況下 已經穩陣,收支平衡 還有少少錢收 所以這次發覺白日夢,直接來了兩張真輝 展示給大家看,就是這兩張 為何會這樣買呢?我逐個點評一下 首先點評了的就是三隻馬,位置過關 三穿七,看看有贏過千元 我計算數,可以贏一千零八十元左右 按照現在的賠率,顯示的賠率 這次三穿七是哪個馬房呢? 阿菲就說由於收費會員,這次阿菲也不是大包 由於阿菲貼的馬,這個巧合得正確 亦是吳磅之馬房的馬 所以見到今天吳磅之馬房 第一場,二號仔,美滿星雲 是阿菲的心水 另外,第四場,標指雲端 阿菲的心水 第六場,四賣千元米,闖一是阿菲的心水 其他場次,第三場的六號仔,財財 每個人都會貼貼,但1.7公元的話 我覺得一直不高,所以我沒有貼 直接,這次冷冷地 就是用了第一關 用了第一場,第四場和第六場 就是二號仔,美滿星雲 串到第四場的標之雲端 以及第六場的十號仔,藏一 這裏三隻馬,13.7公元 看看沒有過千元的收入 為何二號仔,美滿星雲 今次阿菲選了 十檔外檔,1650米 今日同場對手,非常厲害 看看騎連線 你見到 今天的對手,直接第一場 就是有宜昌勇士 直接給倍率 今天第一場,很多人貼的就是二昌勇士 阿菲也是貼了他 另外,落天牌也會貼了他 但看著螢光幕,你會看到 圓圈顯示的就是 其實上榜率唯獨兩隻 一隻就是二昌勇士 一隻就是每日靚 但每日靚,這次拿著手套外擋 一批機會減少了不少 唯獨只有三號仔,二昌勇士 但你知我知 布文去到第二場 你看到,那隻是三號仔特攻 亦在其他情況下 有沒有這麼幸運,直接孖寶就是這兩隻 分分鐘有隻懶惰 看回頭場 其實一三肯定是很多人選了 但由於唯獨只有上名率 只有三號仔,二昌勇士 如果他贏是正常 如果他不贏的話 分分鐘被一隻後戲知獸 懶懶的二號仔,美滿星雲 可能是搏搏搏搏 我這次阿菲第一場的貼士 是選了美滿星雲 是阿菲的心水 因為不盼置蔡明少 專攻一二場,阿菲也說到名了 近期不盼置蔡明少 還有蘇維賢 這三位人兄近期進步 亦非常活躍 另外,貼這隻馬的原因 是阿菲的上個季尾 至今的賽季 首兩次出賽 賠率是六點五點幾的情況下 今次一抽十檔 已經嚇怕了很多人 十三倍讀贏3.7位置 簡單說一句,這個直播率非常低薄 3.7位置 雖然十檔外檔一,但馬是非常大勇 所以,頭場第一關 五盆子第一隻馬 而美滿星雲 我博他在3.7位置 可以跑三個之內 所以先選了他 看看騎連表格 去到第二關 阿菲選了第四場 就是標之雲端 看看甚麼 這次跑了一檔 1650米 記住 第四、第五、第六場 是3T長池 首先,一檔漂亮檔 標之雲端 是完全沒有跑過這個路程 但五盆子馬房 近期的馬房動態非常活躍 看看過往昔日派賽 第三場 是標之銀鎚 不要誤會 標之銀鎚和標之雲端 並不是同一個馬主 但問題 這隻新出馬 一出賽,立即是6.3 也算是跌飛情況下 大家看好他之後 他拿著足球 贏了一隻雀燈 然後拿了頂頭位 為甚麼選一隻9號仔的標之雲端呢? 這隻馬其實是四歲馬仔 但跑過次數也不多 首先跑開的是田草千勢尾 輸9個多萬位 然後是6個多萬位 最新的那次開季 挑戰了田草的1600米 長途加成200米情況下 但收窒了4個多萬位 然後看到那個檔位 亦是夾死馬檔位 沒甚麼看頭 但這次來到谷草 田草不適合的情況下 谷草1650米 拿著那一檔 不攀置 配了田雞 田雞近期 感覺是去馬機會 比較大一點的 即是那些活躍分子 所以第二關 就是下射下來 第四場的標之雲端 5.6這個位置 同樣都是非常直播 因為一檔 第三關就是下射下來 第六場的4班千勢尾 10號仔的闖1 阿斐同樣都喜歡他 由於第六場的4班千勢尾賽事 其他馬平均來說 都是1分10之內 闖1 在田太江拆的情況下 其實這隻馬之前是被巴道拆的開 在上個馬季末段 7月6日的賽事 已經是最一場賽事 當日輸得比較多馬位 都可以控制在1分09點左右 都不算特別差 這次7月6日之後 去到9月初都沒有出賽 這次10月看後進這個路程 這次同樣是第六、第六場 兩場都是拆早賽事情況下 第六場稍微比較弱 早一點 跑了個5檔 這次是2.4倍率 不攀戰馬房 這隻馬筆全部的馬來講 都控制在1分10左右 1分09點左右 這隻馬之前 亦都給過是賀質耀刷的 試過是1分09點多 內蕩涉夾性馬的情況下 亦都試過負綁重的賀質耀 亦都可以刷得出來 這次田太安 我亦都覺得由於 闖1第六場的 亦都是三次長次 我亦都是由於拆早賠率 我覺得亦都必須減這隻 是穩定 在7月6日後 已經毫不出過賽 加上 9月19日 亦都比梁家俊 試過閘 亦都非常醒醒目目 所以這次第六場 就是三天尾關 就選了這隻拆早賞一 必須拆下來 所以 那飛呢 這隻三隻馬 是5檀之馬房 第一場 就是2號仔 美滿星雲 第四場 就是標之雲端 以及第六場 就是這隻闖一 我希望這三隻馬 三穿七 可以在馬海港前 贏過千元 這個春秋大夢 希望直接 就是夢想成真 好了 講完三穿七 直接 接著 阿斐由於上一個賽日 刨完之後 有自己的心得 買著位置過關 穩定性或穩定 穩陣 贏馬過關 機會率特別高 所以這次看著 騎士今天 布文 也是 那手馬 非常穩陣 的情況下 由於1 2 3 1 多 沒有必要買 這些場次 唯獨第二場 我喜歡這隻馬 就是方家柏 馬房 就是董明朗 這隻 跑開跑熟 這隻9秒9 亦出了好隻馬 唯獨9秒9 王牌 董明朗和方家柏 亦交過數情 奉下 所以第二場 這隻 9秒9 2.3 這個位置 亦是直播率極高 所以第一關 就是第一場 第二場 五班千元的賽事 選了10號 9秒9 2.3 繼續看騎連表 第二場 阿肥選了哪隻馬匹 最重要是看騎士 才知道 第二場 阿肥選了的 就是第五場 開始 由於二、三、四場 都沒有太多看頭 亦沒有太多馬上去搏 所以 看見第五場 杯賽 特別喜歡 兩個騎士 一個是布文 一個是潘頓 首先 就是雅迪姆線 這次 希斯 配了潘頓 騎開騎屬 1分 9點多 這個時間 這次 還要拿著八檔 之後 找了潘頓 好在找潘頓 轉彎來說 我覺得 菊草 找潘頓 找一陣陣 當然 由於有賠率 給你 如果跑一、二檔 分分鐘 1點多 所以 雅迪姆線 入三甲 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 就是現在八檔 的 2.5 這個位置 非常穩固 所以要了 第二隻 可以穩固 入三甲 現在的二檔 2.7 這個位置 這隻余俊之姬 也必須要賣 為甚麼呢 由於羅庫泉 之前這隻馬匹 是比蔡棉少 刺激過 當時 他跑著 12米路程 情況下 檔位非常差 是六檔、八檔 跑著二疊 情況下 最後 試過一場 是六十多倍 跑了第二名 在蝕住這麼多情況下 輸的馬匯 也不需要特別多 今次 偷到一個 漂亮檔、二檔 即時 強陪分分 部門過來 我覺得 亦是搏得過 所以 二檔 也有2.7 這個賠率 必須要拿 所以 第五場 直接 一三 這兩隻 先拿來 接著 第六場 同樣 選了 比較熱門的騎士 選了 潘頓 和田泰安 創一 剛才說了 所以 不太介紹 2.4 1號 勇威神區 五次跑路程 已經有一次冠軍、兩次亞軍、一次貴軍 這個成績 所以 現在 比加利大熱 亦沒有後悔 另外 沈集成 陪了潘頓 近期 都是 度里米 用屈神區 都是 1、2、3名 好像3、2、1名 這次 亦是 黃牌庭 沈集成 找到潘頓 都是去馬匯主 所以 而 依蝶 也要拿來 希望過關成功 由於我選擇創一 雙躍性 比較 向冷 方便 而 飛鞋 1號 就是 勇威神區 過關 第2 第5 第6 選擇 尾關 選了1號 為甚麼 你看到 十字 是 王牌 今天 蔡 約翰 馬房 出了兩隻馬 一出賽只有兩隻 一是 第二場 順利取勝 尾 尾 1號 二進 這次 王牌 出了兩隻馬匯 我覺得 蔡約翰 是時候要來了 聖一聖神 二進 之前 比起 報民 刺劇 1分 39秒多 多數 比報民 或潘頓 兩個 大師級 可以挑戰 1分 破了1分 39秒 今次 王牌 情況下 近期 這隻馬匹 亦比報民 刺劇多 而且 薩加路程 亦是1650名賽事 19次出賽 我都不記得 三、四次 冠軍 一次亞軍 幾次 貴軍 所以 薩加路程 是1650名賽事 今次 王牌 情況下 3.4 賺 賺 所以 賺賺馬仔 情況下 非 直接 要了的 第2場 9秒9 第5場 於盡 之己 還有三號 這隻 雅典武士 第6場 要了 闖一 及 勇尾神區 第8場 於盡 二進 這裏 直接 不要管 四川十五 少少 5元 175元 看看 又可以贏的錢 今天 阿斐 心水貼士 過關環節 已講完 看著賠率 希望今次 春秋大夢 可以美滿成真 請問 如果在動力 鎖成放下 記得訂閱中路TV 阿斐有甚麼心水貼士 亦可以和各位星星分享 你們記得訂閱 是阿斐 港馬仔的動力 多謝各位星星 記得訂閱中路TV 頻道 今晚多贏 是這 拜拜 一封